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繼續回到Pokemon的究極綠武石 上次講到打完這個 這個岩石系的導管管主 現在就繼續劇情去幫德文的人員拿回一些研究文件 話說這個究極綠武石三集都是比較有誠意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三集裡面的髮型都是不一樣的 大家可以看回第一 第二 第三集是一個完全不同的髮型 好啦 那我們來吧 上次就很辛苦 終於打完了這個管主 接下來會不會再卡關呢 不知道 還有一些朋友留言 多了人留言 就說如果輸了好像會扣錢的 我是沒有留意的 的確現在只剩1700真的沒有扣了錢 因為正常來說我大概有三千多甚至五千左右 但是現在只剩1700證明他扣了一些 不過不要緊 這是小問題 這個 欸 我和小皮散步呢 被一個奇怪的強盜偷走了我親愛的小皮 好了 斷古教用這個Y就沒問題了吧 不是吧 這個精靈體來保佣了 我想我要離開了 你想跟我打?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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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鴎收的 要草蟹的技能 這隻 不是 這隻好像未進化做 未進化未有地屬 那我們可以照用 我們可以用電光石火先 變硬了 水之波動應該都可以了吧 對 OK 水之波動吧 嘩 自我再生 神經病啊 很噁心啊 變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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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噁心了 不如轉比加超吧 轉我們強的比加超 變硬了 好 搞定 好明顯是不對的 老丹明告訴我 你是一個簡單的工作 我要做的就是德文偷影 你這麼想拿走 好 好 我看見你小皮 他們叫我下棋你呢 好 真心感謝你 你們如果有什麼事一定要告訴我 在小木屋可以找到我 海邊 皮可 OK 咦 做什麼 那個蠢彩夾著尾巴走 我可以回去掘隧道 這裡是 休息室 要不要打的 隧道 沒有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就不能砍樹 有 這些我怕死 不如回去先回血 還有有些人留言說 這個地方好像有幸運彈可以拿到的 咦 德文 包裹 這就是普通正常 六寶社會撞到的劇情 不特別看了 他就說叫我 為了答謝 所以就叫我來這間公司 又要看這個口袋 領航園 如果你不懂日文 你這裡就馬上卡了關 馬上卡關 現在不懂得玩 好了 在卡拿芝士的左下角的一個屋裡 就有這個幸運彈 在雪櫃裡面 感謝有一位觀眾的提供 我看到小瑤在這裡 我們遲些再打 這個小瑤 等我打完 右上角這一批樹 因為這一批樹 不是 這一批訓練家 要砍樹的 這些訓練家 要升一批 不 這裡打單打 我不想打雙打 雙打很難打 咦 九批而已 OK 九批也OK 嘩 毒針 不要緊 嘩 好痛 煙毛 降低對手命中率 其實可以搖一搖 OK 一隻用護主犬 因為上次 不對 這裡不是雙打 雙打 糟糕 雷是這隻 轉成比加超 叫聲 我們用 燃光石火 超能力 幸好我贏到 雙藥 這裡我們就用這個 熊仔再加護主犬 因為這個是雙打 水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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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分了 這個位置 我們用圓銅 不 用撞擊算 撞擊加火 因為這個是水腰精 水腰精 OK 可以了 撞一下火塞 雖然火塞 雖然火塞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用到 又或者遲些有沒有機會買到 照鏈 OK 好 成功解決了這個地方 之後呢 就可以打這個警敵小瑤 我們看看小瑤究竟是難不難打 你好 你的口袋領航員有對戰呼喚 我們登記一下各自 第二呢 沒什麼特別 13呢 看來是管主比較難打 這些好像莫洛OK 不算很難 木守弓 我們繼續用惡技 嘩 嘩 超級急修 馬上來個鳳神傳的火焰車 搞定 OK 搞定 好 來到靈套 我們就找回 剛才那個阿爸 然後就去這個武鬥陣 好 去完武鬥陣 我們就要送 封 封 封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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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都算容易打你那批怪力,先用住吧 嘩,那隻護主拳就死了 咦,到了,我可不可以先打訓練家 這個,OK,既然是這個部分小雀 這邊,尿路,尿路我們就先打著 羊弓,OK,沒問題,羊弓 他這些道館訓練家是偏向簡單一點的,沒有管主那麼難 管主就應該是,他強化了很多你,又或者可能 可能不是 其實想起來也合理,因為管主應該是比那些訓練家的 如果不是怎麼做管主 這個,無謂小子 賤武郎那些,比華拉賤武郎和沙古拉那隻 OK 好,現在應該清掉了那些訓練家,我們可以試試打管主 那我這裡就save load,免得死太多,我的錢就沒有了 雖然我不知道這些錢有沒有用,暫時來說 好,第一隻先用著護主拳 我是騰樹,這個道館管主一格鬥系,沒有鬥陣的 曾經跟這裡的空腔巨浪搏鬥 在七一的山洞中訓練,令自己變強,你想挑戰我嗎? 讓我看看你的力量吧 好 嘩,這個騰樹是這樣的樣子嗎? 這麼有型 嘩,力撞雞 加速特勝力撞雞,不是吧,一來來這些東西 劍武加速,嘩,他一個格鬥應該會打死我 嘩,我快一點,OK 鐵盡力閃,麻煩一點,我們先用護主拳 他應該會有燒傷嗎?已經沒有燒傷了 再走 再出護主拳 終極威嚇流 發勁,嘩,完全打不進他 有點過分 嗯,我們出個... 我們出比加超好嗎? 比加超吧,比加超用電磁波 收走 電擊吧 電擊 電擊 毒擊 嗯 這隻呢 呃,水之波洞 嘩,水之波洞 嘩,這隻很厲害 這隻 唉,這些伊望是不是沒有什麼用 對吧 他應該是沒有什麼命中率的東西 嘩,這隻鐵盡力士打不贏 他太厲害了 咦,不對,他有 他有命中率 剛才他錯過了,他超發勁 嘩,還是贏不了 有點難打 嘩 嗯 我們再試幾次吧 這裡 他這裡出力撞雞 雖然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這樣特意換位 會不會 不會 那我先秒了他 鐵盡力士我們可以用 護主拳 然後換走 然後再... 護主拳 接著就... 火焰車 然後用這個 紅仔 然後用圓銅 再圓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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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瘋狂先制鋼具攻擊 嘩,有沒有搞的 嘩,這麼快麻痺 照水之波洞 嘩,不行啊 在這裡電光石火 動啊 OK 鐵掌力士 但應該也不夠他 不夠他打 打不死他 這裡 吸收拳 嘩,又燒傷 輸了 燒傷毒擊 嗯,有點難打 這裡換護主拳 再換懶人 然後再護主拳 接著這裡用... 這裡不用了 直接用火花 啊,不能用了 圓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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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她的東西 降了六級攻擊 我們用這隻蛙 水之波洞 嘩,不停... 她一麻痺了就輸了 其實那隻蛙 你看我不停麻痺這一回合 有些解麻痺過 好啊,打不進他 我這麼低攻嗎 這隻蛙 還是我們先升一下 可能升一下就會容易打很多 我們先找一個大蜂 給他一封信 咦 嘩,為什麼這裡暗了 這個位置 之前不是的 還是照著比卡超先 不要招... 電光石火 是逼人學的 啊 直到得到心徽章詞 不能使用 不是吧 這麼久嗎 我現在可以升到多少 21 還可以繼續升 練完可以打贏她 我覺得 我的話 好,不用升太多了 我們22可以進去 試一試 鐵掌歷史 我們繼續護主圈上頭 然後再用懶人翁 再用護主圈 還有有紅 圓童 嘩,搞錯 火花 燒傷了她 會不會益了她 這裡 好像不是 好像她的攻擊力很低 雖然我不知道她有什麼特性 雖然 不要麻給就行了 不要麻給就贏了 OK 暈了再加燒傷 好,輪槍 輪槍這招都不可以說沒用 可以用一用 我們不要舔... 不要啦 我們不要煙霧 煙霧這些用完都即死 嘩,畫畫小子 水是... 不是不是,她是惡系 好像是惡格 水之波動 她應該打不死我 嘩,好痛 為什麼你會這麼痛 電子波... 哎呀,沒有命中 死得了 吸收...哎呀 嘩 我現在忘記保護了 是不是 對,一次過清了0 我一萬元突然沒有錢 好,趕快回來 看看我們的陣容 現在大部分的level 已經是維持在20以上 除了那兩隻之外 因為那兩隻是不知用不用的 我新加入了一隻石短子 進我們的隊伍 就是一個堅硬的特性 然後性格是自大 其實也挺厲害的 加特防減速度 這個是一個對性格的性格 好,我們繼續試一試 看看有沒有機會贏到這個管主 OK 這個我們直接換護住圈 降他的攻擊 之後我們換一隻懶人出來 再護住圈 然後再用火花 火花 火焰車 OK 這裡可以留一留 我們直接換一隻銅牛紅出來 軟銅 軟銅 再軟銅 應該夠了 接著就用怪力 OK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換一換 換成石短子 因為我覺得我應該可以慢過他 還是試一下呢 我忘記了 他比我快 不過不要緊 我們都成功打贏了他 這個時候他一定會用吸收拳 我們就用這個護主犬出來 給他吸收 毒經都沒有所謂 這裡他燒傷效果 這個時候用石短子 石短子再用核沙 降他的命中率 這個時候就用比加超 剛剛學了招十萬伏特 新星呢 好 沒有命中到 剩下最後一隻 這裡用電磁波 然後還有十萬伏特 十萬伏特 回合內 如果對方對自己造成傷害 威力翻倍 都是一招比較難用到的技能 後手的技能 好 成功打完了這個格鬥系導管 我們就可以進入這個動物裡面 玩得大不了 但是閃光呢 剛剛因為我拌過save 所以還沒拿 閃光 這樣就可以了 肥超可以學到 現在他的技能不能換 電磁波其實也有用 算了不要了 沒辦法了 我免得捉蟲 閃光還要這麼小 其實是不需要閃光 原來大五金 給你的提示 分散是十七塊力量碎片 當你聚集就是我們商會之日 這個就是力量碎片 難道不是夢來的 大五馬對稀有的石頭很有興趣 給我的信 謝謝你 從禁魚送過來 真的辛苦 給你這個技能 你看看 降翼 這個精靈看來很能降 如果堅持睡覺 或者可以成為冠軍 登錄一下這個電話 可以快點走 OK 早知道不開燈 浪費了那個電光石火的位 不要緊 OK 這個時候正常來說 就要去這個海拿士 去打這個 關於水艦隊的東西 但是我們先回橙華士 好我們來玩一下社長 社長 社長給了學習裝置 我們 這個學習裝置就是可以整隊一起用的一個學習裝置 據我估計 大腿鳥石 大腿鳥石 因為會用大腿鳥 好了 我們現在去到海拿士 這個海拿士 不知道有什麼石頭 這裡多些訓練家可以打 其實可以打一打 我們用護主犬再加蛙 去打 OK 你們十多厲害 會不會太差 太差了吧 哇 哇 整隊都升級了 不錯 嘩 三個人打我 OK 接著進去海之家 先打訓練家 魅力貓 十就要用牛 過分 輪槍 其實不知道輪槍沒有機會會用到 真的在箱子打到 OK 可以丟泥 這個又是 那這裡不要變眼 因為變眼都沒什麼用 老實說 摔打 那就不要了 比加超沒有位學 沒有位讓你學摔打 比加超 輕飄飄 舔他 鬼技能 大派用場 超爽氣水 是不是可以 直接沒得賣 7瓶 7瓶 很麻煩 不可以自己選多少瓶 OK 這個 好了 看看這些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這裡 這裡是不是有些厲害東西賣 金珠也可以買 還是有什麼用 金珠不是賣給你的 這些厲害 這些有用 這些錢真的很有用 不可以亂死 這些是一些能力的東西 恢復PP 特攻強化這些沒用 因為沒得用 道具 啊 這些厲害 這個是可以打錢的一個道具 不知道有沒有用 寶石 一次性寶石 哦 種子和 天氣石 還有沒有 沒有了 粉末收集瓶 不知道有什麼用 做樹果 這個是什麼 精靈支架 精靈同好會 這個時候應該要解決水艦隊這個劇情 水艦隊劇情好像是要 先和這個 哪條 是這個 是不是這個 朋友在什麼 綠靈市火箭發射中心 OK 還是要和全部的人說完 才行 德文的包裹 好 接著就應該觸發了博物館那裡 沒有人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進去 這個鬼鬼祟祟的 拿個小偷出來 然後可以打這個 水艦隊的BOSS戰 不對啊 只有一些 兵仔戰 不是BOSS 差尾浮遊 火焰岩 我們火焰岩其實 有點危機 還是不好用 因為它95命中 是有機會miss的 我們不要用 95也會miss的 好 沒有什麼特別 好 阿希達 這個就是之前 在第一個城鎮 說我要找天才訓練家 不是你這些新人訓練家的 各位人 超傳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好 小田卷博士 我家小搖呢 我怎麼會知道你家小搖在哪裡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好 來了 正負電啪啪 輪槍 然後再用火焰車 很低 這些重度 十幾 擊落 唯一一招岩石技 我們要有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撞擊 又是負電啪啪 完成了 輕鬆一下 現在有15000 不如我們買一個 把錢承認 那塊東西 反正現在的錢 好像不知道 有什麼用 倒不如把錢 翻倍先 翻倍 一買一錢 雖然遲些可能有機會 拿到什麼 那個叫做 護符金幣 但免得等那麼久 可以直接來 買一個 喔 看不到 奇妙空間 奇妙空間 是不給人用任何道具的一個空間 是嗎 換換雙房 這個空間 是 真的不太記得那些名字 那些技能名字 是太多 什麼空間 什麼空間 不知道由第五世代 開始已經出了很多這些技能 所以已經不太記得 好 我們打完這個敬敵 這個敬敵應該不算太難打 打完這個敬敵 今集就玩了這麼多 我先 這個是 陰謀 不是 那個叫做 暗算 對 以我以前看的就叫做暗算 這招技能 來 小搖 蜻蜓 蜻蜓就是一個加速特性的蜻蜓 都不用怎麼猜 先來個水之波動 看穿水之波動 陰爆 對手暈了 這個時候我們先用石丸子 然後再用隱形眼 接著就可以死了 OK 這個時候就用 狐煮血 火焰車 火焰車 OK 頭閘不要了 頭閘 高速移動不要 森林色役火車 對面能量球 好壞星 怕超人力或者地面 但是 或者雷 直接換 毒箭 好 完結 是不是完了 搞定 你都在努力訓練 我想你應該值得這些獎勵 探補器 探測兒 如果婦人有見不到的東西 她就會響氣 再見 好 今集時間的究極綠寶石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繼續打這個 上面應該是 看看會不會再卡掛 我也是那句 盡量不要死 在管主前面 其實應該不會怎麼扣的 這錢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再見 喜歡的話就按個讚 還有訂閱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